在人生的场合中,有那么一段用八个字概括,随时随地为国献身的光荣经历,使我终身难忘。 1979年元月,是我参军的第二个年头,我入伍的部队,是陆军第二十军军职通信营。 元月五日就听到消息,我们连队有参加名额,随即,每个战士都向组织提交了警战书。 第三天早上,连队指导员就第一个找我谈话,说,你的请证申请,已经连队支部批准,请你在二个日内做好一切调动准备。 接到通知,我非常激动和兴奋,千月养兵,用兵一时,我能百里挑一,为国参加,也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。 接到命令后,我做了三件事,第一就是跑了巴黎路,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在公兵营老乡,杨三宝,和修理莲的张月国等。 心想这也可能是永久的告别,第二件事就是把不能再上战场的东西寄回老家,并附上一封含着眼泪写给爸妈的遗书。 写信时,又怕二道挂面,并隐瞒了上战场的详情,只说最近要到很远的地方施工。 记信有不便,请爸妈千万不要挂面儿子,抱重身体为重,啊,1979年元月,开封! 我做的第三件事,就是把当兵二年来每月六元的金钱费场下的三十多元钱,跑到开封市买了一块三十多元的怀表,带在身上,在当时来说也是我一生买的第一件奢侈品。 让他来伴随我,度过可能是人生最后的时光吧。 元月十日上午,在部队成员和连队战友的话送下,开始踏上了前往参战部队的汽车,下午五十左右,来到有着光荣传统的五十四军160式479团,也就是八亿南昌起义失败后,由朱德突围带朱的四百余名官兵,后称为中国人民解放生的火种部队。 在当晚的分兵大会上,按照技术兵种优先的原则,我被第一批分到团职钢组边的铜线连,驻扎在货家县的一个多月,始终处于一级战备状态,初学习一些上战场急需用的越南语,就是打背包,随时听候中央局委一声令下,开往前线。 2月14日晚7点30分,中央命令下达,我们所在的部队,在货家县国家粮食储备枯具体,城上南下的门冠军用专列,拆拔前线,由于战争的需要。 京王险路实行军管,沿途和车站都戒备森严,前面的专列开始登车,后面的列车人员下车进兵站吃饭,一列接一列开往中越边境。 在沿途,有不少群众送财送水,喊着多打胜仗,解放军伴随等口号,来激励参战的战士们,列车飞速南下,经过二天三夜的行程,本应在平山火车站下车。 但街道前面车站由越南特工载活动的敌情,值得提前下车,城山汽车沿中越边境绕道200余公里,到达参战指定位置,随即宣布了战场纪律,紧接着,也就是2月17日,凌晨5点30分。 在中国的南疆1300公里的边境线上,中央局委一声令下轮炮起名,划破黎明前的黑暗,一场震惊世界的对越队伟团击战打响了。 战场分两个战区,云南战区由洋德志司令员指挥,广西方向有许是有司令员指挥,全县共有9个加强野战军,一个边防独立师,纵兵力不下30余万人,加上之前民兵, 参战人员不下35万余人,经过两轮炮击,地面部队开始进入越南境内,战争从此在越南展开,对越作战,采取的是穿插一挥作战法。 打前站的部队,是从宫兵临时开辟大约30公里的大山中进入越南的,也就是当天上午时时20分跨入越南境内,战场条件极其艰苦, 那个战士只待了4天米,三天用的牙粗饼杆,可进入越南后,近一个月的生活基本靠自己解决,偶尔送上战场的罐头,一听二摇便知能否食用,在耳朵上一摇,如花花作响,不是豆角便是辣椒,如是不会响,必定是大肉大油制作而成, 虽说是好,但没有饭菜搭配也是白搭,能吃的就地下肚,不能吃的随地抛掉,不知下肚能否卖出,也要看老天的造化。 随时随地为国捐虚,是每个官兵在战场上最真实的写照。 战争是极其艰苦的,越南实行全民皆兵,又经过数十年的战争锻炼,且对中国的进攻也早有准备,一是修建了极其艰固的暗宝,炮击也无法摧毁,23个0米,再加上有大量的可利用自然煽动作屏障,并且布下了数万枚地雷做阻碍,敌人是游击战术在暗处, 卧军制人海战术在明处,更要命的是各级指挥员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,各自雷战等诸多的不利因素,战争的初期,每天都有数千人伤亡,由于天气在三十多度,两千不到尸体就会腐烂,由于进出越南的主要公路在位打开,第一时间把伤员送回祖国成了难题,只能每天以示威单位,把伤亡官兵,像装户一样, 装上卡车,前后由高射击枪所掩护,编成车队,才赶从战场上把烈士送回祖国,送到准备好的墓地换上一身新军装,但大部分都一腐烂,难以穿上,就安葬裁边疆的烈士陵园,得战争结束,父母才能拿到那可怜的四百元抚恤金,每当想起战场上的一幕幕,就像发生在眼前, 记得最清楚的就是2月25日,在我们进攻高评审会失授组,上级命令一个坦克迎11辆坦克前来支援,下午4时,11辆坦克挂着五星红旗,在我们的阵地前顺利开进,由于没有步兵达成,古军深入,在行进不到10公里,第一个小山庄的逐园堂, 全部被越军炸毁,目睹无疑人生还,此日当我们从此经过,看到其他装甲兵,讲坦克残骸及劣势,想法运回国内,而不给越南留下痕迹, 最最危险的是在3月5日,天下着小雨,早上5点左右,接到征集命令,要求部队在三个小时内,穿插到20公里外高坪省,通往河内的一处305高地, 前面有侦察兵探路,报告被发现异常后,我们400余名大部队才翻山越岭,在到达无垠高地山洋时,我就有强烈的预感, 并对陕西的城镜集战友说,如在此被敌人伏击,真是凶多吉少,幻音刚落地不到5分钟,敌人便从两侧击背后山林中猛烈射击, 雨点班的子弹将部队拦腰截断,千军一发之际,我随地靠山侧面倒下,头顶一块不到30公分的石头做掩护, 看着敌人一锁子子弹打在我的眼边,捡起的泥土洒向全身,心想腿肯定会不保,但头无视,但我一动没动, 敌人大概想着可能已经将我移打死,把枪口移开了,数十迟那十块,我用力试着站起,确定在未受伤,心想这里不是九流之地,得赶快突围, 在我动身突围时,看到斯明来自中口的新兵已六胜无主,我赶快喊着他们的名字,将他们带出包围圈, 随后这四名战友感恩地说,要不是老班长的提醒,有可能就光荣在越南了, 每当想起朝夕相处,我战友一个又一个都在血泊中,受伤的在喊着贝贝吧, 撕心裂飞的求救声,永远难以忘怀,经过近一个多月的战争考验, 我们连队出色地完成了战场上的前年同性任务,被广州京区积极体二等功, 我个人受到上级嘉奖,并火线入党,对越反击战已结束近四十年了, 我也从一个血气方刚,的青年步入老年, 每当想起那么多亲爱的战友,永远长眠在南疆的土地上, 常常会掉下眼泪,我的最大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, 再到南疆走走,看望看望那些永别的好兄弟,好战友, 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, 作证为松陷指防战畅谣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